年底假期不少国人会开车到邻国游玩 共享汽车和租车服务需求增加至少一成 有业者表示世界杯也进一步的带动了共享汽车的生意 不少人预定周日晚上的时段 开车同亲朋好友相聚看赛事 来看记者李雨婷的报道 这家拥有约1300辆车的共享汽车公司 自学校假期开始后 周末时段几乎被预定一空 这个月的周日提前预定数也比疫情前多了三成 业者观察到越来越多人预定周日晚上的时段 需求量激增四成 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世界杯 近几年来能们提高了对共享汽车服务的认识 以及在疫情期间 选择私人出行的需求有所增加 更多用户住用共享汽车开车去马来西亚 这家提供近500辆车的租车公司表示 年底有不少人租车在本地或马来西亚游玩 需求增加约两成 但仍少于疫情前水平 就有相差5到10的百分点 主要就是因为顾客现在有比较多选择 我们主要就是比较长期的顾客群 然后我们所租的车给顾客用的 都是比较多想租按月 共享电动车业者BlueSG授寻师表示 今年底的学校假期需求增加超过一成